Hello 大家好 政府的施政報告應該下個星期會公佈 其中有一件事是全世界問題 不是香港 就是出生率持續下降 這件事其實很多國家早已有 例如日本和大祖國中國 都已經在面對這個問題 新生代人其實不想生孩子 很多都沒有這個興趣 所以你一直以來都是世界人口面對的 人口老化問題 這也是大家在中學時代 讀Geography 先生經常會問的問題 如何可以減少人口老化呢 這個又回想起以前讀書年代 通常有些搞事的同學會說 殺了老爺就可以了 這些答案我一定會聽到 但實際上為何會形成這個問題 我們再說 香港政府 即是香港政府 以這個措施來說 都很令人提笑皆非 據此 香港就會向每名新出生的嬰兒 派負一個五位數字的款項 聽到好像都可以 但是兩萬元的 這個消息傳出之後 很多受訪人士都表示 其實真的不會 不會因為這樣而上山仔 因為大家知道 兩萬元在香港 基本上可能等於一個人的一個月收入 所有 我們小時候 如果大家在我的年代 應該都會很記得一個廣告 就是2006年的時候 這個奧運 即是香港 歷史上首位奧運金牌選手 李麗珊 即是豐帆 豐帆皇后 當時拍了一個廣告 其實我都很記得 養大一個小朋友 需要四百萬元 但這句話大家要留意 四百萬元 我先不要說其他 你今時今日聽到四百萬元 你都害怕 四百萬元 其實要找多久 可能是差不多二十年不吃不喝 即是平均每個月兩萬元左右 差不多二十年 但你要計算 這是2006年說的 你現在2023年 即是經過差不多二十年 這個世界有通脹 當年的四百萬元和現在四百萬元 都有點不同 即是當年奔分落 都是五元一條 現在差不多十元 麥當勞的餐 可能都是二十元 現在加了四十多 所以最新的數字 好像去年 其實現在養大一個小朋友 直到他大學畢業 應該要六百萬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學畢業 他寫畢業 要六百萬 當然四百萬和六百萬 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 是天文數字 我有這個錢 我先買房子 所以就是這樣 當然有些人 好像李嘉欣 李嘉欣 即是那個女明星 他就說 不用被數字嚇怕 他自己也是兩個女 這些數字 不是要一次過給 其實我心想 你有錢 你當然不會被這些數字嚇怕 一般普通市民 一般窮人 當然會被這些數字嚇怕 就是你這些廣告 當時這些廣告 應該是一些銀行廣告 就是想水你去買 儲蓄基金 令你人生更長遠 但是當時這個廣告 令到很多人有恐懼 直到今時今日也是 當然 當然沒有四百萬和六百萬 你不用一次又付 但是你這樣除回雲 你每個月要付多少錢收入 我真的不知道現在香港的收入 提起多了 我當你做保安才說 一個中位數 我當你一個人的收入是一萬五千元 我不知道老婆有沒有工作 這個就不知道 可能太太去維康的收銀 一個月有一萬才算 即是兩夫妻加起來 三萬不到 兩萬五 我給你三萬 自己又要用 可能你又要租樓 或者你要供樓 其實三萬元能否供到樓 這個都供到的 應該都供到的 我想 前提是你要先付一個首期 你租樓又差不多不見一筆東西 因為你起碼只有一家三口 即是你住劏房就沒話可說 然後你依食住 即是你要吃 然後你要交電費 水費 電話費 上網費 等等 然後你又要供一個小朋友 而且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如果兩夫妻都上班的話 那你怎樣照顧呢 你起碼都要照顧到他 因為你不行的 你犯法 但我先不要說你幾歲 你獨留兒童在家 要被人拘捕 但他會死的 所以其實呢 變相 即是你生完之後 其實他老婆 或者他老公 總之你其中一個 你又不能做事 即是你不是每個都有個 老爺奶奶 或者媽媽 那些是幫你照顧兒子 即是你沒有的 有些人 對嗎 那你要托兒 托兒 托兒那裏又要付夠錢 大哥 其實基本上 很多因素 令到一般的人 是不敢生 你生了的話 你現在的生活水平 和質素 大幅下降 真的大幅下降 那當然就算你願意也好 你這樣生出來 你靠你老公的一份工作 怎樣撐呢 你經常看到一些新聞 什麼孝順爸爸 通常這些是死了才會說 有什麼車禍 或者是建築 那些 因為他們要打兩份工作 那你很累 自然會出意外 精神不集中 對不對 我現在打兩份工作 我都很累 但我又 最奇怪的是 我又沒有老婆又沒有兒子 當然 我要照顧那兩子弟 是不是 都事如己出 總之兩份工作也挺累的 就是你種種因素下 你這樣政府給兩萬元 可以做一些什麼呢 即是杯水車身 我先不要說其他 養不養是我們的事 兩萬元你去公立醫院生 能不能生到呢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私立就很貴 兩萬元你能不能生到兒子 可不可以包到你老婆出院為止呢 最起碼這件事 即是政府的配套 如果捉的話 可能你每個月 我當你頭五年才說 小朋友生了 可能你每個月津貼少少少 即是幾千這樣 可能那些人都可以 起碼你 小朋友適性 不過其實你都不可以獨留在家 其實都是要很多事情搞的 但最起碼最難捱 那頭幾年你捱到 因為頭幾年 寶寶餵奶 基本上你走不開 如果你沒有這件事 其實你本身 你兩夫妻一人有一份工作的話 你會不會選擇去生 你生之前 你可能要先儲好很多錢 到你老婆 可能可以出來工作了 可能已經過了幾年 即是和這個社會有少許脫節 和這個職場 你重新適應工作 其實我覺得那種種原因 就是窮人 是窮人才會限制這件事 說真的 如果我中培生這麼有錢 我30個就可以了 所以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兩萬元 是一個非常不現實的做法 這件事其實真的 只有養 說真的 但這件事怎麼解決呢 其實沒辦法解決 最重要是政府的福利夠不夠 其實為什麼那些人不想生孩子 說真的 不是說那些男人不想負責任 而是大家都知道 生完之後 大家都負不了責任 你覺得老婆生完 她養得起嗎 養不起 加上這一代很多都是窮人出身 她自己也窮過 小時候可能她家庭也是體會到很窮 她就知道如果生了之後 她下一代都會像自己一樣窮 自然會恐懼 自然就不想生孩子 很多男人可能會恐懼到不舉 甚至嚴重起上 因為壓力太大了 我覺得這件事是沒辦法解決的 真的沒辦法解決 除非男人可以獨力 因為你一旦生了 其中一邊一定要辭職 你一定要有一個人在這裡看著 除非你真的有些老爺奶奶 那些那麼適合 你老爺奶奶又那麼有空 可以幫你看著全日 所以整體來說 很多東西很不現實 就算她肯幫你看 將來上的K1 小學 那些 書寶費 學費 各樣 那些參加費 什麼什麼什麼 你兒子要搶你買玩具 那些 基本上那條數是很耐計的 當然這個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比較少的 如果你讀小學 基本上都大過 你應該都OK的 學費又不是太多 可能是幾千 一兩千而已 那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要那些年輕人 踏出一步 就是這個難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想法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可以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